孙悟范开说你蠢呢还是傻呢 昨天才刚被我们打得半嘎落荒而逃 今天居然还敢主动上门来送嘎 你这是什么表情 一看到你这个表情我就很讨厌 跟他废话这么多干嘛 我们两个直接出手干掉他 今天你们两个将会被我打死 这已经是我不知道多少次听到你说这句话了 什么 刚刚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才短短一天不见 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强了 要不是刚刚我留守了 你如今已经被我解决了 我不过是觉得直接让你嘎了 未免太便宜你了 怎么会 我的攻击他随手就等下了 这不可能 这才短短一天不见 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强 难道我们今天真就要完蛋了吗 这种程度的攻击 不至于让你们两个躺这么久吧 不得不承认你却是变强了很多 但是我们两人联手的情况下 你不一定会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一起上 这一拳是提比克叔叔打的 这一拳是提比克叔叔他们打的 这一拳是提比克叔叔我成功了 你们看到了吗 我终于解决掉了 人造人17号和18号 什么 我另外一只断掉的手臂居然恢复了 看样子是有人向那枚克星的神龙 许愿把我的手臂给恢复了 这个世界还能做到这种事的 恐怕是那位教我修炼的贝吉塔叔叔了 谢谢您 贝吉塔叔叔 这不是想当然的吗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 还会有谁会帮你 也不知道我穿越的这段时间 主世界的时空过了多久 然后有没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狗空现在的实力应该能独当一面了吧 姐姐姐 我们终于见面了 我可爱的17号和18号 你这丑八怪谁啊 我们可不认识你 你少来套戒户 趁我还没生气之前 你最好有多远滚多远 容我介绍一下 我叫沙鲁 是格罗博士制造的终极人造人 换句话说 我们是同类 你这丑八怪 谁跟你是同类 我们都是有伟大的格罗博士 创造的不是吗 来吧 快投入我的怀抱来吧 很不巧 你刚刚说的那个叫格罗的老头 已经被我嘎了 什么 你竟然做出那种事 居然对创造了 我们的伟大格罗博士下了毒手 那个老头居然擅自将我们的身体进行了改造 我们早就想把它干掉了 所以你这个丑八怪到底是来这里干嘛的 本来我也是想先和你们好言相劝 让你们加入我这里的 看样子是谈不妥了 我只好动手将你们两个拿下了 你这丑八怪似乎对自己很有自信 那是自然 在我的超级大脑的数据里 你们两个人即使联手也不是我的对手 你这丑八怪长得不怎么样 口气倒是挺大的 既然你这么响嘎 那么我就只好出手成全你了 就这种速度 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呢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一拳的威力居然这么强 我竟接不下这一拳 神 怎么会这样 竟然有如此大的差距 就这十拳 我还以为有多强呢 你就自己在这里自生自灭吧 那丑八怪已经被我解决了 我们走吧 继续前往寻找思悟空 他们两个虽然很强 但是还是太大意了 居然以为我会这样自生自灭 没想到我有笔刻的细胞 可以再生吧 奇怪 刚刚明明在这里感应了 有战斗的波动的 你的感应没错 我也感应到了 你看那边有个奇怪的东西 会不会刚刚战斗的波动 是它发出来的 是吗 既然如此 就让我用第三只眼看看 那是何妨妖怪吧 看到了 看得一清二楚 是一只丑八怪 就是它的气有点奇怪 他们三个是 凸林 雅木茶和天津犯 他们三个人来这里做什么 等等 我现在急需能量 虽然这三个人实力是弱了点 但是比起西石更多普通人 还是强得多 杰杰杰 你们三个人居然主动送上门来 那么就别怪我对你们出手了 刚刚我听到了什么 他好像说 想对我们出手 你没听错 我也听到了 这世上 除了那几个赛亚人和比克之外 没人会是我们的对手 所以你这只怪物出现在这里是打的 什么主意 你们三个没必要知道这么多了 因为你们三个即将成为喜人 听到了 雅木茶 他说你会喜的 我听到了 偷灵 看样子我们得给他点颜色瞧瞧才行了 忘记提醒你了 你不要大意 小心再次翻船 放心好了 我三只眼睛盯着呢 什么 我的攻击居然对你没用 不过是小角色而已 看我直接将你拿下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竟然打不动 情况有点不对劲 没想到这丑八怪居然能控制器 这下雅木茶可能要吃点亏了 放心吧 我三只眼睛盯着呢 情况不对我们立马一起出手 没想到你这只丑八怪居然会隐藏实力 刚刚要不是我反应快 恐怕就被你得手了 虽然我长相是奇特了一点 但是你们一口一个丑八怪 未免是太没有礼貌了 长得丑还不让说 我偏要这么叫 在吗 你要冲过来打我啊 你打我 这 这个气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感受到了有好多人的气在呢 不好 这个丑八怪居然隐藏了死力 雅木茶 小心 这个丑八怪很强 雅木茶 你没事吧 刚刚是我大意了 没有闪 小心 这个丑八怪 跟拉蒂斯和拿拔一样强 拉蒂斯和拿拔也不是没有交手过 我们直接开界王拳弄他 再怎么挣扎 都是三个跳梁小丑罢了 没想到这丑八怪居然这么强 我们使出了二十倍界王拳了 居然仍然对付不了他 虽然他很强 但是你忘记了那个人的教诲了吗 此时的地球 三小翔想起了主角当初训练他们的时候说的话 虽然你们几个人的体质不如比克 也不如他们几个赛亚人强 但是你们却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技巧 对面实力强大的敌人的时候 害怕也是没用 还不如冷静地思考如何去有效进攻 要记住 尼克什茶审 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敢操气弹的男人 纵使强你千百倍 你强人你强 一包仙斗一包炎 二阶杀鲁空一天 你变兔了 但是也变强了 尼克什发誓成为地表最强的地球人 无论敌人多强 敢应激你的气缘斩的没几人 这 这种奇怪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他们三个人的气势一下子就变了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太阳拳 什么 狼牙飞进去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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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